熬了这些辣椒酱 搅拌真的是很费力气 牛娃去街齐齐了 我一个人在熬 真的很累 大家看 我嚼得满头大汗的 只要粉丝朋友们喜欢吃 我累一点 辛苦一点 我很开心的 大家好 今天又做辣椒酱 上次做的辣椒酱 很受网友们的大理支持 一扫而空 今天我们接着 又给大家继续做 质量呀 卫生呀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 这次我们做辣椒酱 也是用的食材是 真材实量 不会辜负各大网友 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哇 你想的这个 我们选的都是优质辣椒 对 特别好 辣的坏的辣椒 我们都敲出来了 大家这么的支持我们 信任我们 质量啊 还有卫生 我们一定要把关 今天这么多 让我做最早三个小时 那慢慢剁呗 我们俩今天换的多了 可以 就是多这个辣椒 大工程 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这第二次做辣椒酱 跟第一次辣椒酱的 食材都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这是花生粒 还有煮熟的黄豆 还有就是生姜和大蒜 广大的粉丝朋友们 对我和牛娃这么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一定要保质保亮 而且卫生这方面 也给大家做的是万物一失 在网上买的瓶子 我都是用烧开的水 把它那些瓶子先消毒 消了毒 然后把瓶子晾干 之后才给大家装辣椒酱的 请广大朋友们 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不多剁了三个多小时 差不多四小时了 对 从十二点半现在都三点多了 剁了满满两大盘辛苦了 是传手工做辣椒酱不容易啊 本次朋友们 大家给牛娃一个鼓励的赞啊 真的是剁辣椒 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辣椒现在剁完了 我们就起锅烧油熬制辣椒酱 现在起锅烧油 朋友们 我们做的辣椒酱 这个油是传菜子油啊 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油 因为只有传菜子油熬的辣椒酱 它吃起来味道好 特别的香 口感好 对 大家如果想吃辣椒酱的话 就来找我 这个油温差不多了 把这蒜和生香倒进去倒香 慢慢倒啊 小心 在这把黄豆放进去 小伙们好 好多的粉丝朋友们都要我做的辣椒酱 所以今天就多熬了点辣椒酱 好 现在把盐放进去 熬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熟花生米 倒到锅里面去 继续熬 继续搅拌的熬 熬这个辣椒酱 就是小火慢熬 急不来的 大切锅熬制辣椒酱 熬出来的味道特别好吃 现在把13香也加进去 搅拌搅拌 熬了这些辣椒酱 搅拌真的是很费力气 牛娃去街起起了 我一个人在熬 真的很累 大家看 我嚼得满头大汗的 只要粉丝朋友们喜欢吃 我累点辛苦点 我很开心的 再有十几分钟 就辣椒就好了 我们把这个熟芝麻 倒进锅里面去 然后搅拌搅拌 会不会熬差不多了吧 嗯 熬的差不多了 都熬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了 哇 那就熬得很好 嗯 给大家看一看 看 哇 漂亮 好香啊 一进来就 急急的闻到小火 对 那就出锅 辣椒酱差不多熬了三个小时 剁辣椒多了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从十二点已经熬到了 现在都天黑了晚上了 终于把它熬好了 熬了满满的两大盘 想吃辣椒酱的联系我哦 终于把满满的辣椒 熬好了 明天我就给大家发早 嗯 喜欢吃辣椒酱的 大家联系我 好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再见 Yeah